陈吉仲说在什么 苏文昂陪他去养猪 不是养猪 民进党现在玩一个游戏叫拱猪 赖清德是非常希望苏文昂赶快下来 他多待一天 他的总统梦就多裂掉一脚 所以整个赖清德的体系系统 努力在拱猪 要把这只猪拱出来 但是苏文昂死不服 努力把猪藏起来 我就是不把位置交出去 你要怎么办 所以才会歹系脱棚拖到现在 说真的 你民进党输到这么这么惨 你跟我讲苏文昂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 还留在那个位置上 我就不讲政治上 我就不讲政治上 今天苏文昂 那民进党这个败选 他主责就是他 我就讲台湾 就讲台湾 我发现有个新闻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昨天内政部公布 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我们民进党好棒 历史上创造两大伟业的政绩 没有拿出来宣传 对不起民进党 我们的出身新额 婴儿数 2022年昨天公布的数字 掉到13万 我们的前年还15万 是一甲子以来 我们政府做过统计 婴儿数出生数最低的一年 再创新低 再创新低 然后我们已经是全世界 已经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了 然后我们还继续创新低 还嫌不够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死亡的人数 破20万 去年破20万 也是内政部60年来 有一甲子以来 有过统计 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年 我跟大家讲 敢生能活 不就政府最基本该做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政府 才有两大政绩 就是年轻人不敢生 台湾人活不下去 对不对 出生率跌到历史以来的最低点 死亡人数 涨到历史以来的最高点 而这样的一个政绩 在我们苏生堂口中叫做 台湾是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我们好幸福 我跟问这个 请问这个院长还能留吗 他留下来 我们台湾人还要活吗 不就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 早该走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说 不只是政治上 而实际上我们还没讲治安 我没讲黑金 我们还讲今天所有的官商勾结 你看新竹简直变成 废土的回收大城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今天 台南的那个黑金示范区 请问各位 苏生昌治下的台湾 是走到沦落到什么地步 当然我必须说句实在话 我当然是认为苏生昌该走 可是苏生昌不走也没有关系 真的也没有关系 你就继续留 反正头痛是赖清德 政治上头痛赖 倒霉是台湾人民 我们不舍台湾人民 但是呢 说真的政治上 你最要头痛是赖清德 你跟苏生昌继续绑下去 苏生昌继续的 所有的一些 坑坑巴巴 名望的那个低落 你赖清德 就盖瓜成熟 所以为什么 我讲这不是养猪 这叫拱猪 对不对 要把苏生昌 就是这个所谓的隔魁 这个出包的猪 赶快拱出去 但是呢 苏生昌到现在 反正我觉得是 他就仔细脱红 心不甘情 就是死皮赖也就要撑 他撑到说有一天 他想说可能有一天 也就像2018年啊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会不会民进党这个 死里逃生啊 回光返照啊 民调突然又攀起来 他隔魁继续续续组下去 可是哦 这个孙芳老师 你也看过这么多 政治人物啊 这个起起落落 我就好奇了 这个民调已经是这样了 苏生昌就难堪啦 但是呢 他就是还是一直坐在那边 那个位置哦 那我其实也看到 很多的分析报道 都说是内幕 米方说 这个就有说 其实早就已经谈好了 说苏跟蔡谈好了 说苏可以留 动的是下面的人 然后可是现在呢 说逼宫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就不得不走 那不得不走的话 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 那怎么现在 他还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那个辅方啊 院方啊 那讲的那话 好像就是 是啦 我们要等到 这个会期结束之后 再讨论 那到底是要走 还是不要走啊 这个啊 一批天下无然事 你如果敢批 什么都不怕 我只要敢不要脸 天下有什么事不能干 现在民进党 整个九合一选后 到了现在 最大的特色就是 人人吃相难看 有潜力的想抓住 潜力的最后一个尾巴 然后在潜力边的人 就想这一机 捞最后的一块 吃最后的一块肉 喝最后的一口汤 吃相非常的难看 大家在讨论 身上会不会走 我一点乐趣都没有 老师我对陈吉仲那一句话 我很有乐趣 我们要到屏东去养猪 你养不养猪 我们实在没什么关心 我们担心的是 你们这一间猪啊 还在继续助理台湾 我讲猪 这个字是很重 很重大 我负责任的 不像一间猪吗 换来换去是大猪换小猪 笨猪换蠢猪而已 你为什么差别吗 为什么 你觉得换了所有的人 下面这三个问题 他能解决吗 民党自几年执政以来 第一个 道德的轮上 道德轮上能解决吗 等一下中文会谈到 天下第一不要脸空城 可能懒以截后的陈明通 通奸冤案 那种道德的轮上 那种几世接受 你是骗子 你是抄袭 还力挺到底 挺到被开除了 还要再挺 这种道德的轮上 假如不扭转 你觉得苏孙昌换了 苏昌生就会改变 不会改变的 再过来第二个 黑金横行 今天 民进党出现的情况 大概跟国民党2000年 失去政权的前夕 很像 你还记得 当时 纯水平是怎么选上的 有一幕 不是连站的旁边 站了两个人吗 一个武则员 一个楼胡柱吗 那黑金 台湾要向上提升 或者要向下存沦 民党不是靠这个 起来的吗 今天 他的旁边站的是什么人 以前最起码 那个还 还像个人模人样 事外之道的 现在旁边站的 那个 你根本不认识的 路人甲 路人仪 而正在 当黑金 更可怕 一个你不认识的黑金 在大撈特撈 然后控制了 民进党的地方政治 甚至控制了 中央政权 这不是可怕 你觉得 换了隔壁 会改变 黑金横行吗 会改变吗 那不改变 换了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就这个政权换掉 才有用 真的 第三个 贪腐无能 你觉得会改变吗 整个的执政到今天 里里落落 一塌糊涂 贪腐横行 这样子 你想想看 黑金 道德轮上 贪腐横行 换了谁 现在 假如换一个人出来 他告诉我 说我们现在的 施政杖搞不好 我们再换了另外一个人 要来解决这三大问题 那至少 我要再评评一下 现在是什么 是大猪换小猪 蠢猪换笨猪 所以民进党就没人了 烂人 大烂换小烂 就这样而已啊 烂来烂去 一堆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能解决这 我们还不要讲 什么台湾的前途 也不要讲 两岸的和平 什么 这个我们先把它 先把它放一边 就换一个执政 最基本的APC 道德 黑金 怎么样子 这个执政的腐败 无能 能不能解决 假如不能解决 我根本不关心 我根本不在意 只是在意 2024年 把他们干掉 这个才是唯一的 一条路而已 好 凯湘 所以你这边有听到 什么样的讯息吗 我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但是我觉得苏文昌跟陈吉仲 真的是一对活宝 活宝 活宝 对 然后我今天特别看到 看到这个陈吉仲 说要跟苏文昌一起回屏东养猪 然后说还要种地瓜叶 地瓜叶 我立刻就打开我的电脑 要更新一下我的资料库 因为陈吉仲 号称当代的神农士 他可能是最多元的 这个农夫 不得了 大家还记得吗 2019年3月12号 陈吉仲南下 彰化二水开记者会 宣布河川工地农民 那农堡 想起小时候爸爸在河川地 耕种的情景 不禁哽咽 从小爸爸在屏东 河川地种茄子 木瓜四季豆等作物 同年的6月17号 然后呢 这个他又到了屏东 屏东去 然后呢 针对这个农委会 禁用巴拉瓜 巴拉瓜这个农药 对农药 然后呢 想到说 从小这个父亲 在屏东万丹种红豆 然后呢 不幸把眼 差点眼睛都要挖掉 讲到哽咽 要批评的人 自己喷喷看 然后同年7月19号 他又 他又到了自己老家 说农委会将针对 槟榔用药做出管制 他想到自己家里面 也曾经种过老叶槟榔 维持农家生计 20206月的时候 台湾口蹄液拔针 陈吉仲再次哽咽 想到自己父亲 因为口蹄液 官场破产的养猪户 让他悲债十年还不晚 然后呢 2021年2月的时候 立法院新会期 开以针对当时的 这个百亿养猪农业基金 然后特别在报告当中 引用了伟人成功击中 从小养猪 然后说跟爸爸 然后呢 在这个门口看到 人家来吃牛排 从小就想要吃牛排 然后要靠养猪赚钱 这样子的故事 结果今天又更新了 还有地瓜叶 他过去 过去曾经种过 从小到大家里面 种过茄子木瓜 四季豆红豆 老叶 槟榔 养猪户 就是没有地瓜叶 地瓜叶我今天要把它加进去 好吗 地瓜叶一点也不难中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曾经种就是一个活宝 我现在 然后还要下台之前 我反而有点舍不得他了 我有点舍不得他 我希望他继续留在内阁里面 讲这些干话 好不好 然后呢 苏贞昌也是一个 我以为是国民党最舍不得他 苏贞昌也会在 市政报告当中 引用成功击中 他那时候就要说服大家 好不好 说服大家说这个 那个台湾多照顾养猪户 养更多的猪吧 养更正的猪户 然后呢 说这个 看着自己的孩子 在学校旁豪华一点的餐厅 都不敢进去 看着自己的孩子的眼神 无语问苍天的爸 就是讲成绩中的爸爸 关我们屁事 关我们屁事 这对活宝 你们真的一起去养猪好了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